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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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就是中西區半山堅島樓梯街 對開後面有一棵樹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到這一棵樹 就是因為我們在去年六月時 知道这棵树染了一个树癌 我们俗称树癌 正确的名字叫葛根病 专家说这个病也会传染隔离的树木 我们回想起两年前 同一个地方 它的隔离也有一棵树 但它已经被移除 一样是有葛根病 会否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树木政策做得不好 而有互相交叉感染 其实部门跟我说 6月已经知道有葛根病 但到现在很可惜 我看不到它们有什么做过 包括它们没有去做一些保护措施 专家有没有来看过呢 有没有开会讨论过呢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之间 当它发现棵树的问题 它会继续摆 摆到什么时候呢 当棵树到了最后 是有倒塌危机的时候 它们就会来到现场 然后告诉我们 这棵树已经是没得救 它不移除的话 将会有可能会塌下来 摘到人 然后就问我们的当区的区议员 你同不同意我们移除它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作为当区的区议员 根本你是别无选择 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同意政府部门 尽快将这棵树移除 去保护我们市民的财产 以及生命的安全 这个正正是我们现在政府部门 在处理我们树木的 这个孖夫的态度所造成 我们很希望政府部门 能够定期去检查 我们树木的健康问题 当你发现到树木 健康有问题的时候 专家应该尽快 来看看有什么方法去治疗 去补救 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 而并不是像现在这样 有棵树在这里 继续天天在那儿等死 这个绝对不应该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因为在中西区来说 我们这些古树 可以说少一棵就保一棵 我们剩下的 根本上是没有多余的树木 可以这样白白去租坛 希望我们政府部门 能够认真一点去处理 我们树木健康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